看一下他這兩邊的長度有沒有一樣長 眼睛閉閉 眼睛閉閉很棒喔 然後用點檢的方式 像這樣 用點的方式 然後瀏海稍微點掉一點點 看 這樣這個小弧度出來啊 就可以讓他的臉看起來圓圓的 很可愛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小小模特兒 你現在幾歲 三歲 三歲 那你為什麼想要剪短頭髮 因為拆頭髮的時候很痛 綁頭髮的時候拆頭髮很痛 所以想剪短 那剪短就不能綁了喔 知道嗎 好那我們今天幫他做修剪呢 因為他下面長度比較虛嘛 那基本上如果小女生剪短的話 我通常建議就是剪包伯那種學生頭 這樣會蠻可愛的 而且啊 他在整理上也不用綁 那吹乾就可以了 然後瀏海基本上我們可以幫他剪短一點點 我們的長度可以抓在眉毛 一個手指指節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長度是非常可愛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會先幫他把長度修掉 然後再來修瀏海 那長度呢 他非常簡單 他只要剪內層的弧度 還有外輪廓的低層次 就是我們說的零度剪裁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先來做操作 我們來剪頭髮囉 好那圍好之後呢 我會先從後面剪第一刀 後面的話 取出我們最基本的長度 特寫給大家看 我們先把頭髮放到後面喔 那放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分兩層 從後腦勺上面這裡分一層起來 那先把下層這裡剪短 讓外層再蓋下來 那這個時候啊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拿出兩隻夾子 那一隻夾子呢 就從側面這裡分到後面 那把頭髮先夾起來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那他這樣啊 上下兩區都分出來了 分出來之後呢 從後頸部 就是脖子的這個位置 後頸部這裡 剪低一下 先把耳朵往後一指的長度 來看一下喔 耳朵往後一個手指的長度 先放到旁邊 這邊是兩側的輪廓 那後面這一區呢 我們就直接 剪刀跟梳紙拿著 梳紙往外梳 梳平整 那直接做修剪 直接做修剪 那你要平著這樣修剪也可以 主要是把長度修掉 然後用梳紙的話是可以比較安全一點 像這樣 後面這一層已經剪完之後 用手指頭順一下 把這種多餘的小細毛再修掉 完成了我們再來連接到兩側的位置喔 那連接的話怎麼連接呢 把頭髮拿起來 挑起來 然後梳紙往下 連接到後面這裡 剛剛剪的長度 然後在側面肩膀的位置 平剪下去 這樣他這一區就好 然後到兩側 臉頰這個位置要注意一下喔 臉頰這個位置 手夾著 往前面拉一點點 往前面拉 然後拉下來做修剪 這樣就可以維持一個 後面短前面長的一個長度 然後再把這種小細毛 內層這種小細毛修掉 這樣的輪廓就好了 那我們再來剪另外一邊 側面這裡一樣喔 梳屏之後啊 往內壓一點點 往內壓 他頭髮不要飄起來 然後剪一個斜線連接 然後側面這裡 往前壓一點點 來看好 往前壓一點點 那可以看到這個連接線 我們直接把它連接起來 像這樣的完成度 連接起來 就可以比較好了 好 然後再倒一點點 倒側面一點點 然後把內層的這種小細毛 有沒有看到 頭滴滴勒 頭滴滴很棒喔 把這種小細毛稍微再修飾一下 好 那這樣第一層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們先來轉到前面 看一下他這兩邊的長度 有沒有一樣長 從前面看 這邊比較長一點點 我們再稍微 修一些些 像這樣兩邊的長度就一樣長了 我們就把上面放下來 我們現在裡面長度已經取出來了嘛 接下來要做呢 就是從外面跟裡面的連接 那最簡單的方式 放射45度角抵拉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老示範給大家看 來放射線喔 我們從後面這樣梳筍 內層已經剪完了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他裡面這邊比較短的 然後放下來 那梳子壓著 抄著裡面的長度 先做連接的修剪 先把這個連接的長度先修出來 這樣你就比較不會失誤 像這裡 你可以看到 裡面這裡比較短的長度 對不對 放下來 梳子這樣做連接 基礎的連接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喔 梳下來 梳子 然後做連接 你可以看到他裡面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短 然後把這一段 比較長的頭髮 先修掉 好這樣第一個步驟連接就完成了 那我們第二個步驟 直接直立分線往外 帶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比較短的 這邊是比較長的 那我們直接做連接 連接上來 然後這裡去角 來再看一次喔 將提拉起來 連接起來 然後做去角 這個動作 然後側面這邊 一樣 往外提拉 拉出來 然後在這裡 做一個連接的動作 連接好之後 稍微做個去角 另外這邊也是一樣 直立分線 然後拉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我們把它稍微連接起來 然後把這角都去掉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來看前面耶 快好了喔 快剪完了喔 然後運用這個方式啊 直接做連接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連接 因為我們內層的導線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是把外層這一塊再連接起來 等一下再來修劉海 這款髮型就剪完了喔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直立分線拉起來 長度稍微修掉 提拉出來 把多一點的長度修掉 兩邊長度都修完了 我們就要回到正面來看一下 這樣兩邊的長度是不是一樣長的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這一款髮型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瀏海的修剪 接下來我教大家 這種小妹妹的瀏海該怎麼剪喔 最簡單的方式 先把頭髮梳順 往前梳順 眼睛閉閉 眼睛閉閉 很棒喔 然後用剪刀在中間這裡挑 頭髮起來 然後用點剪的方式 像這樣 用點的方式 然後瀏海稍微點掉一點點 你不要直接一刀這樣平的剪下去 這樣會很呆 用點剪的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再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剪刀先伸進去 梳子放下來 這是沒有張力的情況下 然後用點剪的方式 這樣 把頭髮稍微點掉 這樣放下 你可以看到喔 它的尾段的揉合感是比較好的 然後如果有一兩隻比較長的頭髮 再稍微這樣修飾一下 然後到側邊這裡啊 側面這邊 來我們剪一個小弧度 這裡剪一個小弧度 這樣就很漂亮了喔 你看 這樣這個小弧度出來啊 就可以讓它的臉看起來圓圓的 很可愛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這樣修完之後啊 它這個圓弧琴就出來了 我們接下來剪這一邊 剪的時候啊 你可以把多餘的頭髮先塞到耳朵後面 然後剪刀梳子 然後用點剪的方式 這樣修進去 那兩側這裡呢 一樣用梳子 然後把這個弧度修出來 這樣它兩側的弧度就出來了 然後再修一下 然後再修一下 做一點點剪 好 這樣一款小女生的短髮就完成了 那我再說一下今天的步驟 我們今天步驟分兩個區域 先把上面這一層夾起來 先從後面後頸部的位置 先剪第一刀 取出導線之後兩側做連接 再來把上面這一層放下來 先把多餘長度先修掉 再來45度角的提拉跟連接 最後再來修這個 眉上的一指瀏海 這樣這一款髮型就完成了 你學會了嗎 來跟大家說掰掰咧 掰掰 兩隻手 掰掰